大家好,欢迎来到海纳渔夫工作室 我们在门尼菲帮助客人买入了10套新房 美国的新房交房时都已经装修好 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但全屋的窗帘和后院还需要自己定做 上周我们已经带大家看过 我们如何帮房东找到靠谱的后院contractor 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是如何帮房东找到窗帘定制公司 如何帮房东谈价 以及差点遇到诈骗犯的故事 现在就是那个窗子 我们现在如果要告诉客人 就是拿来那个我跟他们分别 因为拿来个找猪肺找 是会影响我们这个猪肺找猪肺的人 那么就是我们要听我的 我们说去医疑要有道 你不能在这儿腐败 知道不吗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 拿来个窗子大概两三千块钱装一个 你十年我可能你三年很高了不要换 你没有那个高端 对不对 你发现了以后这个东西就一样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 要用这个无床虾肚的一个原因 一步到位 知道吧 因为这些房子 我说我们就把它当经营的一个房子来做 那么来做我们会统一标准 前后院 窗子 移了搞成地板 因为房子应该要整漂亮 我们才能找到优质的租金 我们不要在这儿放下 所以我的客人为什么他们要他们听我的事有道理 他们会和疑的 知道吗 所以那么这儿的窗子我们就这两个 我相信他们也去比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会把它破的旺杀 他们去比 对不对 他如果找到这个比更便宜 他自己去 反正你房子要找到好多猪肯 你也能听我的 我们就要装虾腿 知道吧 你找到我这儿不贵了 那你可以找便宜的 那么我们这个量 肯定是很大的 这不用说的 我赶上班子把酒吃的肯定不会给他劳神费审 知道吧 那么我找到你 我这个量 我说的 要说的话 你们是个聪明的商人 可以从中国跑 但是我对那个生意没兴趣 我说的 我把个房子管理买卖 出租 住进去行了 住大学行了 我们生意肯定这块的效能非常 那么这块就是你要来做 因为早就要活着 是因为我们活着这么多年 我觉得你还算一个诚实守心的商人 知道吧 那么就是终身保修 这个有啥问题 就比如说不是神费的损害 也要来承担一个责任 知道吧 因为我们在美女费 在三到五年搞到一千栋 也是公司发展一个状态的一个基石 我们买过来要管理 管理这块就是给我们带了一个稳定的收入 知道吧 这是这三年我们整个一个战略上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领导 知道吧 所以每一个环境我都会去把控 不能掉链子 而且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身保修 就是说你装上去以后 如果裂了颜色退了 它呢全部给你快新 我看了一下颜色退了一下 那些都不可能 这个虾头饭就是那个 有时候那个结那个地方 这个都那些容易饭 知道没有吗 现在都不 基本上不做 这个 除非人家掉饭 那么这样谁都要比年轻 那种没有 我觉得就OK 这个是五年前我们都不卖的了 就这个 我们这哪里容易饭 还有这个我不知道 就是说我们这种部件没有发现 就是它用哪容易饭 嗯 就是说 我给你说一下 我们在 在门尼飞的所有的房子 都全部要装成这种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坏啊 嗯 它最简单的 你看哦 我给你看一下 你看 它的结构 它的片和片之间是用这个 这个是一个铁的 嗯 控制的 那么这个和这个连接呢 非常结实 当你用这个任何一个叶片控制的时候 它是用这一个像手臂一样的东西控制它的 它不是用这个 但是过去的呢 而且这个可以上下 很确定的哈 那么这个 它的不容易坏的原因就是这个 但是容易坏的原因在哪里 告诉你 它跟它的区别 就是过去的这个 包括现在有些本地logo产的 非常便宜的 我们为什么不卖的呢 嗯 它就是它的结构不一样 你看它后面没有那个铁条 看到没有 嗯 后面没有 那么它是靠什么控制 它这个里面 有一个小小的 就是那个小小小的一个 一个一个铁铁铁一样的东西 很紫很细 像针 比针粗一点吧 完了它控制这两个 那么它靠什么控制它之间的距离呢 跟那个不一样 那个在后面的那个铁片 对不对 这个呢 是靠前面的这个 这个你看 它仔细拍的时候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小小的哈 就是我们叫杨眼 完了把这个连接在上面 它靠这个拉距离的 而且这个有个设计不好在那里 误导 实际上客人呢 这不能用这个去开窗帘 大家都是用这个在手开 对 这个拉一拉一坏 没得换的 就是整个来换掉 对 因为这个片很薄 我们在门口有一个房子 好像这个就坏了 是吧 是那个 而且没有的 因为它一坏 那个木头片一坏 你没有把木头粘上去 说到我们家避免 就是那种 以前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说了 我的一个要求就是 一个新加倍高 一个皮屎耐用 知道吧 现在就是说 你一段会搞啥高等的 因为这个房子 是来出租的 知道吧 好看 皮屎耐用 新加倍好 就行了 知道吗 现在看哪一种 你摸一下这个 它光滑好 你吹一下灰就基本上 现在这个要多长时间 这个八周 八周 这个就是唯一的 就是时间长 这个就是 但是它 你装上就是说 耐用 我们号称说 终生保修 你如果中间中途出现坏 只要不是人为破坏的 都给你换 换新的 就是说你用起来就放心 不要说 掉一片修不好了 怎么办 你打个电话给我们 我们就会去给你换回来 或者能修好 我们就给你修好了 就算我记得现在 我们做个大开地 预算出来 我给你做一个报告 你们有个理事了 我没有时间去 我过去 你把电子给我 我自己抽时间过去量 我量完以后 我给你 我每一个量 就是它有下车 里面一辆 就是你卖的都是 那个地方的房子吗 我们现在有几个 我们现在定的是 有三个楼盘 接下来可能要开发 第四个楼盘 然后现在的是三个楼盘 五个户型 五户型 那我是这样 你三个楼盘 五个户型 我都去看一下量一下 我量完以后 给你个大概 这个户型 多少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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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那五个户型 五个价格 对对对 这样就比较标准 现在就是把这个价格 多少钱 20 给你20 我们标价是22 我们加个FK是24 我们给你的 都是少了两块钱 是比市场价 比市场价 少两块钱 20块钱 对 包完装是22 肯定我要的 肯定是包装 保安装的价格 好的有两个 第一个如果是你自己手下的 你付款或者是你那个保证没有问题的 我就给你20块钱保安装 如果让我跟客人直接联系 还要沟通 还要去约时间去量的 那个费很多时间 那个是22 我这个地方的生意 这么多量 给你生意 给你 给你调个链子 没有 我说A就是生活 我说B就是B 没有 对不对 说到我这样后面是一样的 可能都在听我的 在我个地方 你快把它包出去 可能要听我的规则 那我的规则 我的生意才能多大 我们才能供应 咱们说句实话 就是说我22 我肯定多点利润 我20就少一点利润 我能对你 因为你多利多消 业里客人交代 为啥找你吗 对吧 你就是给的便宜 对不对 只要是你来的 我都给20包安装 行吗 对吧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家公司 是我们多年来常用的 老板家的木窗帘 Shutter 也是他们公司做的 但是我们要帮客人找到质量好 性价比最高的公司 所以我们仍然找了两家公司 进行新房窗户尺寸的测量和报价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遇到了另一家不诚信的公司 视频这家公司 给我们的报价是20块一尺 我们还找了一家公司 给我们的报价是18块一尺 但是我们知道 不能只看报价便宜 还要对比考察 诚信 质量 售后等等因素 所以我们让两家公司 都去测量报价 但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明明报价不一样 但是最终出来的总价 居然两家是一样的 甚至报价20的这家 总价还略低一些 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而最容易有猫腻的就是尺寸 但是经过我们仔细对比发现 两家测量的尺寸 居然是一样的 只有特别微小的差别 但总体来说是一样的 不可能磨平差价 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那个报价比较低的公司 尺寸给我们测量的都是对的 但是算总面积的时候就坑人 因为我们更熟悉厘米和米 如果是厘米 我们每一个人随便一看 都能算出来面积 但是在美国给的尺寸是 英尺英寸 我们并不熟悉 也不知道怎么换算 怎么换算成尺 我们是没有概念的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是 他们写多少就是多少了 我们把这些尺寸放到 Google的计算器里计算 马上就发现 这些总面积全部都不对 整个房子的总面积 大概在260尺左右 但是报价低的这家公司 给我们超了88尺 即使是要算上窗框 打出负语 这个尺数也完全超过了 所以这才造成 明明报价便宜两块 但是总价居然是一样的情况 如果没有货币三家 或者我们就只是为了便宜 很可能就被坑了 我自己跟你说安理 我以我现在的规模 我完全可以直接做生意 但是我没有兴趣 我就跟你说 因为或者这么多年 我觉得你还不错 但是你要勃力多销 以我说的 我不从中赚钱 你知道我的心理 因为我从中赚钱 这是人家的意义 但是我该赚的钱 我说的便宜 不要乱乱再谈了一些东西 但我谈了一些 我吃饭的东西 我自己还在拿 两块哪来 真的 八点没给你夸张 因为我说的 我们要赚钱 赚的民族 赚该赚的钱 不要搞那种坑膨拐贫 气满好炸 那么我这个地方 也给大家 就是一个 给大家找一个 最好的一个产品 保质的 然后因为我们目的是 要把房子整得漂亮 我们做出来东西 能够长期去 保证一个质量 就像我跟你说了 我肯定是要货币两家的 包括报价的一些东西 因为这次我订了一个 我就想长期去活着 不想放来放去 我生意会全部给他 因为也知道我这个性格 我是很忠诚的 但是谁敢欺骗我 把我当傻子 那今天我出去找傻子 你又不想做生意了 他们会把你当傻子是不会的 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这家 跟我们长期合作的公司 而且再帮我们的客人 砍价了300 我们的整个过程 全部公开透明 都是在我们的房东群进行的 所有的屋主都能看到 最终一个2700多尺的房子 全屋shutter 价格控制在了6600美元 完成了既定的预算目标 我们的客人可以通过我们 拿到最优惠的 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 而且我们不会从里面 拿一分钱回扣 我们只赚该赚的钱 所有的优惠全都让给客人 如果你也需要房屋买卖 出租管理 美国合伙买房服务 也可以在描述栏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加入我们 让您的美国房产投资一路平安 我们的美国合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